就看到是有他们那边那个是工作人员 就是替这个是家属 就是购买了这些是纸品 那么家属呢是就是 就是塞了200块钱 200块钱的这个纸品呢 放在这个人的右边那个是裤袋 裤袋这里 然后就一起递了根香烟以后 就一起一起一起上去了 徐女士当时拍的照片显示 在公墓里一名男子 左手拎着一大串银色的纸质品 正准备往一只铁桶里放 旁边站着家属 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 不过徐女士说 当时怕被对方报复 只是拍了背影 从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拿出来 哪个办公室 就他们目的的办公室里面拿 后来呢下来的时候呢又看到了一幕 又看到一幕 也是他们那边的是工作人员 那个是拿了一串东西 就是明目张胆拿上去 徐女士拍的第二张照片显示 另一名男子正拎着一大串银色的纸质品 往山上的墓地走去 这张照片同样只拍了对方的背影 徐女士说 自己当时就把情况反映给了公墓管理方 就他们那边的工作人员就是围着我 然后我 因为这么多人围着我 就手稍微指一下 然后他就说是 你手指着 你妨碍执法 就是说是 你对我们这个人员的侮辱 对我们的不尊重 他说你相不相信 我就是要把你这个事抓走 徐女士住在杭州九宝 京西公墓在杭州萧山 鼠山那里 路有点远 他没时间过去 接着赶过去后 把徐女士拍的照片 给公墓的管理员看 这个人我不知道的 那么情况呢 他们跟我说了 可能是往这边山上 这个路里面 不是我们这里进去的 如果这里进去的 如果这里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 门口都拦下来 村里和街道都有人 因为他拿这个东西 比较明显的 但是这个女士反应说 这个人拿着一个 黑色塑料袋 是从咱们这个办公室出来的 出来吗 是可以出来了呀 这个办公室出来的 哪个办公室出来的 他说你办公室就是这个吧 他说从这里出来的 个我就不知道 咱们这里办公室 也没监控呢 没有 没监控呢 门口有 公墓的正门这里 有派出所的一个治安监控 进了正门 这几间小房子 就是公墓的办公室 办公室外面的空地上 设置了集中焚烧点 公墓管理员介绍 除了集中焚烧点外 别的地方都禁止焚烧 管理员介绍 当时许女士被拦下了 老马呀测温呀 那个村里和街道 都有派人下来 那个的 都有派人下来管理的 管理根本 他们在跟他说了 是纸钱不能拿上去 那么他们一定要拿上去 你这个是 都不能拿上去 这位大姐本身自己想拿上去 对 被阻止了 对 所以他很生气嘛 他看到有爷们 他说 上面怎么有爷 有爷们根本 我们说 那也有可能 他是从这种 荒野的路上上去的嘛 那么上去 他可能从那个地方下来 那么这个口子上 我们没看到 是吧 根本这么在烧的话 那么看到有烟的话 我们村里啊 街道都有人上去的 赶紧去制止 公墓管理员 看了许女士拍的照片后 说从背影看 不是公墓的工作人员 估计是当地 熟悉路况的人 从别的小道上山 钻空子做生意 下一步他们也会 加强巡逻和管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